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Money一手报,我是咪主播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光通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资料传输到网络基础建设,光通讯技术正在全面革新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项技术的高速与稳定性,让许多企业争相投入光通讯的研发与应用 究竟光通讯产业具备了哪些关键技术,未来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各行各业的发展 现在就请最了解产业的陈建雄分析师熊哥来为大家解答 大家好,我是运达头顾陈建雄陈老师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光通讯这个产业 光通讯其实它是利用光纤的传输来达到数据的技术 这一部分来讲原理就是因为它用不发光的细晶片 再加上发光的光学晶片分别来做制作 然后再做连接的动作 但是它会造成一个传输的效率变低 而且还会有延迟以及成本增加的问题 所以这一部分就导致了新的一个产业出来 这个新的产业就是细光纸 细光纸它表示它是由光纸来取代电子来做一个传输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不会产生延迟而且可以降低成本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是未来性具有一个相当大的契机点 那目前看到一些大厂包括像是台积电 Intel 辉达还有超纬的都有在做积极的在做开发这个技术 那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像是大型的食料中心 或者是AI的人工智慧还有智慧医疗 以及呢汽车跟通讯等等的未来都会运用到这个所谓的光通讯 也就是由光来取代电这样子来传输 速度更快耗损更低成本更低 这一部分也是未来的发展的重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光纸有哪些个国 细光纸目前来看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像3363的上权 那么6442的光盛 还有4979的华星光 3163的PROVE以及6451的讯星 那这里面如果我们以EPS来看的话 第二季EPS呢 目前比较获利比较好的是这个6442的光盛 那第二季呢获利是3.27元 还有PROVE1.98元 那如果以7月份的营收成长率来看的话呢 有两家公司比较成长性比较高 第一个是3363的上权 第二就是所谓的光盛 那么光盛呢 它7月份营收是成长149.58% 创了同期的新高 所以这些个股呢都可以做留意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说两档个股比较具有代表性 像这个6442的光盛 光盛这一波涨幅非常的大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业绩呢 出现大幅度的成长 那么在美国网络基础建设的情况之下呢 对这个云端的这个高速传输呢需求增长 相关的这个设备都属于供不应求 那么国际大厂呢都要来台湾来建设这个资料中心 那目前来看呢以资料中心来看的话呢 光盛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契机点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家公司它之前已经接到美国Google的订单了 所以呢光盛有机会再度在台湾再接到Google的订单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导致呢整个呢 市场上对它有相当的期待 股价也先大涨一波 那另外在3363的上全呢 本身呢是属于被动元件大厂 积极做转型到资料中心 它也是想要做转型到资料中心 那么它最大的起点是它跟台积电合作 细光值的技术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呢 它是目前是一个比较具有一个代表性的股票 那么像资亚满个股呢 大家都可以来做留意注意 感谢熊哥的精辟解析 我将不定期为大家掌握热门议题和产业资讯 MONEY一手报 让您财富一手报不完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